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雙人落地签 2096 我们事先预定了booking的机场接送 前两晚入住网红民宿 两个晚上12947 晚餐先吃了一家海滩俱乐部 1673 吃饱去按摩 60分钟大概200公里 而且还是全身油压 租机车差不多一天200公里 一起床就到海滩俱乐部吃东西 再喝两罐啤酒 总共1322 上岸再换一家继续游泳吃东西喝啤酒 这家花了1234 晚上再换一家继续游泳吃东西喝啤酒 这一家花了1706 然后继续按摩 换饭店前去了Sea Walker 被当盘子花了7586 接着入住阿雅纳度假村 两个晚上20924 除了部分设施 基本上不用另外付钱 度假村内只有餐点消费 都可以计房长 总共吃了8632 对房之后再到机场脚步按摩 总共花了737 两个人大概花了94323 平均下来一个人就是47160 您的天宫 您的天宣的池 您的天宣 您的天宣 您的是 并选择 您的天宣 您的天宣 您要是 您的天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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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que Ol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知道日本也可以叫Uber Eats吗? 完全不需要电话或实名认证哦 在日本直接打开你的Uber Eats App 接着输入你的饭店地址和门号 就可以开始点餐咯 使用方法跟台湾是一模一样的 看不懂日文没关系 一样截图使用翻译软体翻译就可以咯 外送图中一样可以看到外送员的即时预览和车号 外送员抵达的时候还按了我们的门铃 直接帮我们送到家门口好贴心 真的成功送达了 好开心哦 人工解锁日本叫外送技能 我们叫了日本的韩式炸鸡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嗯老实说真的是有点失望 完全不韩式的口味 但价格还蛮便宜的 炸鸡配啤酒是必须的吧 大家都学起来了吗 下次来日本也叫外送试试看吧 日本果汁的小秘密 嗨我是婉婉 我现在人在大阪 告诉你们一个日本果汁的小秘密哦 你们到日本的时候会发现 日本的果汁有分成这种写实照片的 以及这种卡通图案的 这可不是乱绘制的哦 日本的法律有规定 只有百分之百存果汁 才可以使用水果切开以及写实的照片 果汁含量5%以上 可以使用写实的照片 但是果物不能切开 果汁含量5%以下 只能使用异象或者是绘制的 平安人不行切开 好 好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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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差事G酒屋和便宜的餐厅OK 有时候其他的地方就是没礼貌 香港人是用手指指向盘面转一个圈代表结帐 中国人来学日文 东科学的瞬间 日文的宁愿怎么说 日文的宁愿怎么说 英文的F怎么说 两只鸡怎么说 两只的话 在宁愿有两只鸡 庭院也有两只鸡怎么说 一用ニュ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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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wai 然后 对 英文的 一个 在桥匡 柯 我老板 跑步 公打 手机 当śniej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